哦 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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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除了4号和12号以外 所有玩家均在井上 现在是52分行 5号玩家发言 上局比较菜 那个不好意思啊 然后看看手机收到了大量信息 说大家都觉得武器里我一定是狼 那没有 我这个人其实很那个啥的 就是大家都说是我的问题 那就肯定是我的问题 主要是我不是敏向性玩家 所以我在手之位一般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就是我一般不会说看你就像个狼 看你是好人 我一般不看 我一般就没有这项能力说白了 所以在手之位就稍微尬聊一下就过了 好吧 过了 6号玩家 就验个5吧 一斤水 验个5 412里面随便挑一张12 随便挑一张12 4不验 看票 我觉得上一把五号玩家 我觉得你不要那个结果什么的 我觉得小小问题 我结果吗 我结果吗 我没投5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啊 我没投5吗 因为吃到玩家我就说的 啊 上一把不是狼 还有背锅吗 赢了 不是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你吗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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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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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验5 因为我好像人家警商第一个发言嘛 太短 而且我是第二个发言 我也没有什么 人可验 我都想过 假设我第一个发言 我看井下有几张牌 一张就留一张 两张留两张 三张三进二 我就这么想的 那看42 4我就听发言嘛 然后12我就 就52 就52 先验5吧 先验5 井下主要还是偏看投票 已经 验1 能验谁吗 真的拿到原家 也只能验1 我看了一圈 我又不想再验2了 验3是个查杀 到时候说我欺负他 验3是个好人 给他装逼的机会 不给 肯定不给 那我肯定不能给 是不是 三 就是 我就不一个点了 没得验了 其实的确我拿这个原家 我是不太会验新入局的玩家 我跟千万家不一样 千万家会拿一个原家 喜欢验新入局的朋友 我不太 我只能验1 我看了一圈 验1 我真的看了一圈 我只能验1号玩家 我觉得验查杀 验金水你都OK 都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你是金水 能降我边 我觉得你能降我边 好吧 这52的警惠 我是个原家 然后42好人给我投票 老人的话你们也别倒勾 我这人的确不太擅长 找这个倒勾了 好吧 我就不多说了 过了 那个首先还是感谢 电风狼人对我们的 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 然后那个现在 电风狼人现在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然后记住自己的ID 然后可以这个参与直播间抽奖啊 然后可以分这个有机会抽到百万现金的这个京东卡 同时大家还可以这个参加之后的那个主播的所有赛 然后进行那个跟主播的互动啊 然后那个 上一盘确实我们狼人赢了 然后我出去之后 凯斯就问我留没留到 我说我没留啊 我就算一猎人吗 凯斯说那就他们俩能刀中吗 然后我当时我也没明白 我说那我狼同伴的水平我觉得很稳啊 对吧 应该没问题 结果11号确实不负重量把酒砍死了 我觉得11号确实有 因为我确实没留到的 但是我觉得11号水平就砍到酒没没问题 但但6号人家对于12号的怀疑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扩分了啊 但是因为自己都不会投我 你说还还要还要去怀疑队友你知道吧 也投一票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三号一定出不了局 但这都是那个那个下一盘的事情了 这一盘6号发一斤水 我觉得发言至少刚才没有听出太大的漏洞吗 我觉得还还还还可以 然后但是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班不是骑士的班子吗 对吧 那这不可能骑士第一天不会出来骑人吧 那就太没有责任感了 这游戏有骑士版的 骑士第一天出来替我们这个场上闭眼视角好人正视角 好吧 那个其他就没了 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 看看看看那个后面骑士骑人吧 我也不听那个后面发言了 我就看看骑士骑谁 好吧我过了 八号玩家 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啊 我建议这个骑士牌先掏掏斗看看场面上 别把牌弄丢了 然后到时候翻牌 找不着牌很尴尬 这个 然后 别的没什么了呀 就 就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一会再跳一个 你骑士骑吧 你骑完以后我再分遍就行了 但我 但是我 我不知道啊 我自己就说 就是 三号牌可千万别拿骑士牌 因为 因为我这把是个好人呀 我不想这个 再 再出现什么 就大的这种差错 我希望 甚至我都希望三号牌你是狼最好 就千万不要是骑士牌就行了 就是一个小期许 别的没什么了 我过了 九号玩家 我觉得六还挺像的 反正跟他刚才上一把 跳的状态不太一样 而且他在说 什么验二 万一验出来是个好人 不是给他抓咪的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就是真实的 当时二给我的反馈 我是觉得二看上去状态也还不错 我上好人牌 我觉得我上局也没有报 报身份吧 我就是上来 就是想随便聊一聊 想记一记身份 最后一把他跟我说我最后一局聊的什么突然间很隐藏自己身份 我是心想那场上一个明察杀我有啥可聊的初识 我就不是猎人我也初识 他跟我说 还是大意了 大意了 我应该认真对待每一次发言 我没有闪 我没有闪 大意了 我没有闪 行吧 我觉得六还挺像的 但是正如这个七八所说的 反正这五又不是那个骑士 我不知道 万一人家六不是呢 我被六骗了 有可能 好吧 十号玩家 我觉得五号玩家的问题就在于他特别爱脸红 就是我刚才 我刚才看了一局他就是别人说他是狼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脸通一下就红了 就是然后他会就是默默坐在那然后自己就开始在那脸红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六号玩家你咋那么爱跳原家呢 我这把不相信你了 你这是每次说的头头是道就会给我洗脑 我怀疑一下六号然后再听听别的 我十一号玩家 我非常感谢五号玩家 要不是五号玩家我都不知道我六号 我六号玩家这个我上局的狼头漫头 不知道他他赢了这件事 这个没有想到啊 不信任我是对的 没想到如此的不信任啊 这个感谢感谢你的不信任 感谢你的不信任 然后那个九号玩家我确实觉得就是可能真是上一轮我觉得九号玩家长得漂亮 我才倒是九号玩家误打误状就是砍中了 就是也没有别的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然后这局我是个好身份 然后我也不想再承担这个好身份 还要在台下的这种不说话的压力了 然后我就准备上台说说话 然后我也我也这么多人都相信六号玩家 我也跟着相信六号玩家 好 行 就他对于他对我的不信任 后面有人跳舞我就信任别人 好过 一号玩家 哎呀 虽然是个骑士的板子 那个牌没了 有房卡 房卡不是能当骑士牌吗 那个 那个 虽然是有骑士的板子 但我身为一个好人 我是不能依赖骑士 我选择自己的战边 我战边六号玩家 我战边六号玩家 战边你 真的 兄弟战边你 好吗 虽然你上一把 对我们二号玩家做出了一个极其不尊重的动作 他学那个谁啊 学李锦 学李锦是吧 冲着这个都得把他出了说实话 对吧 但是真正底盘嘛 真正底盘 我们六号玩家 我觉得六号玩是一样 三六对跳一下 三六对跳一下 还是你们两个 接着弄 上完你们两个 这把还是你们两个 还是你们两个 那就看那个骑士 想当龙骑士 还想当那个 叫什么骑士 对吧 我也不知道 哦不对 你是龙骑士 搞错了 说错了 说错了 哎 无所谓了 反正三六对跳一下 我战边六 我战边六 我自己 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不会认为六号玩家 不会骗我 而是我认为他像一个议员家 好吧 我这么聊 应该可以够明白了吧 我认为六号玩家 是个议员家 那个十号玩家 发现我还是听不懂 他说那个六号玩家 他不想相信你 上马他不是你狼同伴吗 有什么骗你不骗你的呢 所以十号玩家发现 我还是没听懂 那个 请下再聊聊吧 好吧 其他还没什么过了 二号玩家 那个 三号玩家 刚才他跟我说 他不跳 他不跳 那我也不跳 大家都不跳 我说一下 你活该被七号玩家搞 你以后也别跟我组队了 我一个人还搞得过他 因为你看 我前面 我正常玩法 正常玩法 我就莫之魏直接跳 女巫归期 因为你看 你跳了个什么 饮水归票首位 害得我还得出来干期 因为那个三号玩家 说六七八搞不清楚 他说六七八 PK谁敢投期 我都拿毒威胁了 那一边一票都没有 本人 单边远家 能不能露个七 能不能 我就想问一下 能不能 不能是吗 不能 我等会就撞他 我是狼人 你藏不住的 我就 我就 我就问问你 我今天能不能用骑士 干七一把 你不归七 我就撞你 我是不可能 你听我说 我 我 你不归他 我就撞他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今天 今天就二七PK 他肯定也不会跳了 他已经跟我说 我是骑士 好吧 我也不跟你搞 我今天有个小小的愿望 如果 这是我最后一次抗争了 如果我女巫和骑士都干不了 我以后就干你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帮我干七 我以后要么就干你 我懂 你是精神 你现在是厂商最大的 他只要跳 我马上干他 然后干完他之后 你第二天就把七干了 好不好 就这样我骑士 你是老七是好人 你就别跳了 兄弟 行不行 就干一次骑 不要每次复牌的时候 哎呦 我这 七是要归不出去 行不行 我管他是什么 时间到 过了 三号玩家 阿龙 我验的 你是好人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在先注意跟那个一号玩家狼人在对什么话 好像你跟他是亲兄弟一样 因为我是觉得 井上这么多人 他给一丢了一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一号玩家有可能是六号玩家的同伴 那你可以可以骑一骑啊 因为在六号玩家狼坑里面 骑一也是狼 那七号玩家战边六 我也觉得七是狼 你可以骑一骑 好吧 我觉得我觉得 因为你是精神嘛 我也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掰你的意愿 我也不可能掰你的发言 我井货流就留个 呃 留个十 再留个一 然后 我验的二号玩家是精神 呃 我的精神说觉得七号玩家是狼 我也觉得他有可能是狼 因为他 他这次不战边我 他战边的是六号玩家 好吧 然后 我没有什么其他好说的了 其他的发言 好像大家都在 等骑士嘛 那骑士不是等来了吗 二号玩家 看你愿不愿意做 你上一局都背了锅 看这局愿不愿意还在背一个锅 你就 就去骑呗 好吧 看你是愿意在 三六里面 哦 无所谓吧 无所谓吧 因为你是我精神 所以你怎么做都OK 好吧 我尊重你的意愿 然后我的警惠流就 一时盛业 然后那个 二号玩家是我的精神 十二号玩家 我希望这一次你能投票给我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一局你有可能是好人 好不好 如果你这一次还不投给我 我待会就只能凶你了 就像凶六号玩家那样凶你了 我希望你肯定也不希望这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投给我 好吧 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 你不 算了 我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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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班结束 是平安夜 经常选择五或七发言 七号玩家 请发言 首先棋我就不讲道理 因为 那 因为棋了我就算我 就算我是了 我棋棋 我翻牌我排了 我没有道理 跟你讲什么道理 我就棋棋 结果是 二号玩家翻牌决斗 七号玩家 二号玩家死亡 二号玩家 留个一言吧 我也干过了 好吗 观众朋友们 我也尽力了 干不过 干得过 也就这一招了 我最讨厌 七号玩家 跟我讲道理 别棋巴 跟我讲道理 跟你没有什么道理 可以讲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三跟六 我真没分清楚 因为前面 我是知道三十元家 我是真的没有分清楚 我真的 我告诉你 你都举办竞争大失散了 骑士能骑两次 这个规则 你不会不知道吧 刚才是节目效果 我们可以当 我们不知道 七十好人 我们重新骑一次 可以吗 我骑八 就这样吧 这样我也 我也干过七了 实在干不过 观众朋友们 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就 很扯 我以为 我以为 他给我一张骑士 就是让我去干七的 没想到 事宜因为你笑 笑你妈的 在吹吹 就这样吧 好吧 那我 我骑都骑了 我肯定要站个边 我站边 三号玩家 我站边三 我是站边三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大家是什么 反正我人为言轻 等会七号玩家 也会说自己不知道 大家看七号玩家 手投票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最后再谢一下 那个饮料 说 甚至是什么 闯祸的可乐 可恶 你确定没有错吗 是我死吗 真的是我吗 真的是我 还有三十万 哎呦 干不过他 你借着干 给你个精神 因为我 我如果站边三的话 就没人可以干七了 他现在是超级精神 他现在是 过了过了 干不过 干不过 走了 希望玩家继续发言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因为二号玩家 确实分不清 这不是站不对边 他就只能 三七里面 谁都不敢戳 只能敢戳我 那欺负我呗 对吧 你说他欺负我 那又能怎么办呢 我是狼呢 他就厉害 我是好人 他出去了 那不还是要 留给我们场上这些 不知道这个 三六谁是的 这个好人去分辨吗 六号玩家 让我先发言 其实对 我其实是比较有警惕的 他让五这位 陈里为归票 那我自然会认为 五六都不太好 我觉得五六有可能是双了 当然五号 其实我没有听出太多 我只因为六号里发言是 因为三号跟他焊跳 对吧 所以他这个位置发言 我觉得就不太好吧 其实你二号再骑一次 我觉得他都未必能骑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八号不上了 那他又骑八 他可能又死一次 就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是这样 而且二号玩家 他是根据那个锤锤发牌 他去判断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就肯定 他们发牌的是大气层 你根据这些东西 你不可能猜得到的 好吧 所以说 这种东西都是随机性很高的 你靠这些东西 王宝贝斯可能是自以为 自己很了解这个套路 但实际又把自己弄死了 那他可能以后只能欺负一号了 那这我就不太敢管了 因为我一号二号 我都不敢得罪 然后那个 御元家战鞭 我肯定偏战于战三号 然后那个 九号这盘反正跟上盘的 那个状态不太一样 九号现在这盘反正主动 会来跟七八说话 我觉得有点东西 所以 那 那个 反正六号打警徽 那给六号投票的 警察 给六号投票的 可能也不太好吧 但是 但是这样盘下来 好像打的人有点多了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 如果六号是老美人的话 那我们就认了 那我们今天 我肯定跟三号玩家斩变 然后 然后没了 我就过了吧 过了 八号玩家 就是 首先二号玩家应该感谢 精神大师赛 没有这个什么时光回溯 这种功能 要不然他得当两次小丑 第二点是基于这个发牌 这个事来看 二号牌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他以为自己是男主角 但他没想到 他只是个反派 活该死 然后那七已经起进来 是一个好人的情况下 他正边三 那其实六也可以选择去死 就 别的没啥了吧 有啥可聊的呀 那 听三发言呗 三号牌说出谁就出谁嘛 对不对 别的就 而且就 七号牌保我了 他说了 这个二号牌要再骑我 还得死一次 那现在就是 你们也不能再打我是个狼了 我确实也是 对这个发言顺语很不满意 那让我们 为什么让我们先发言 我们警上都发过一轮言了 本来你说摸这位贵票 还能打打你 现在整个人 这么早打你 就很难受 别的没什么了 就是 那个嘴大别生气啊 嘴大别生气 因为二号牌刚自己说了 干不死七以后 就干你了 就 我觉得你其实现在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 加入是吗 那就咱们可以聊聊报名费这个事了 我们这个 我们是个门派 其实是收报名费收门徒的 看你这个报名费展示诚意 然后咱们可以选择加入 因为二号牌一定先上我们敌人 他现在不是我们门派的 我听听你一会儿的这个 表水的诚意吧 别的没什么 我过了 我是个好人 九号玩家 那一号玩家 你要加入他们门派 以后你就可以做九 我就可以换个位置坐 我觉得这事特别靠谱 一号玩家 你考虑一下这事吧 这就这么说定了 是吧 我觉得七是个好人牌 我觉得八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可能三十个原家 因为虽然七号玩家点了我 就这互动 那不得一直都得互动吗 但是八号玩家跟着七聊说 对发言顺序不满意 其实我是认为 对发言顺序不满意的话 大概率得去打四五两张牌 因为就是七的发言是打的是一张五 但他又说就是可能 他没有听出来五太大的反应 但他没有接着往下说去打这个四 我认为八如果是张好人牌 他也对于这个发言顺序不满意的话 他的视角里应该会进张四的 或者说对五的点评 他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七是一张好人牌 八是一张老人牌 我觉得三号玩家像吧 因为三号玩家对方二 二号玩家你是我精水的时候 我那个感觉还挺可以的 虽然我觉得这一把三的发言状态 没有上一局那么好 因为上一局我是根据逻辑来看 三那个位置 我觉得他能保我是一张好人牌 这一局其他的太灵魂的东西 没有捕捉到 并且六的发言没有太差 只不过我对于这个发言顺序 也并不是非常理解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再听一听 管 十号玩家 上一把游戏呢 就是六号玩家确实是我的狼队友 然后他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情真一切 然后这一轮他又说的特别情真一切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个好身份 他每一次他拿到不好的牌 他都把自己装的特别特别像 我现在已经不太信任他了 然后 然后七号是个好人牌 然后我 我觉得他也觉得六号不像 我就更证明我自己想法是对的 然后五号我觉得他应该 他应该身份有所怀疑 因为他上一把是个好人牌 他在极力证明自己是个好人 他特别着急证明是个好人 但是这一次他非常的沉默 我觉得你可以多说点 我 十一号玩家 七八九十四家连彩 这都是第一轮景上 大家都都是挺六号的 这我还挺不理解的 可能这个顺序真的很重要 就确实玩的不多 也不太了解 我主要是想听听 十二号和四号投给六号票的人 这个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确实看第一轮发现 我觉得这把六号还是发现挺好的 我觉得到三号那跳景 我是给我一种 这个就是不得不跳的感觉 我还是这一轮我挺相信六号的 我是个好身份 我主要想听四号十二号过 十二号玩家 那你就很奇怪了 你想信六号你要听我四跟十二说什么呢 我们也投给的是六啊 你这发现不是蛮奇怪的吗 比较简单 因为七跟八在景上本身是站边六的 他们为什么忽然转了风向呢 是因为二号玩家站边了三 其实他们两个心里面早就输二号玩家一手了 二号玩家站边三 他们锦下马上站边三 其实是没有自己的思考量的 都是跟着二走的 所以我在这边就替王宝宝讲一句 你们确实一般 至于到我为什么投给六 本身三对话我 我十分想投给三的 但他说我不投给他 他就凶我 确实是在我的脸上 今天我确实是跟大家掏心掏肺 我来大师赛确实是 以一种逛瑶子的心情来的 他说他要凶我 我觉得很舒服 我正喜欢被人骂 越骂我越快乐 所以一会请你尽情的骂 我这边是什么词都可以接受的 没有安全词 这一说尽情骂 越脏越好 越凶越棒 骂完之后 我大凡一说 马上替你投票 你说出谁就出谁 你说打谁就打谁 你说谁是狼 他就万劫不复 就比较简单 其他的还有啥 其他的我觉得酒不好 比较简单 七号玩家说 你这把敢主动对话七跟八 你有点问题 所以七点了 我们现在以七为风向标 对吧 七保了八 八好人 七打了九 九是狼 十一我觉得有点问题 是因为我们俩都投票的是六 他还要听我俩 我觉得你要听 不跟你一起站边的人 那我这个位置就 能打的就这些 我主要是等着快乐 快乐马上就到了 三号玩家 如果你觉得骂不出来 现在可以百度搜索 词我希望越脏越好 过多的就没有了 我今天就是快乐 你高级大家回快乐 好了 稍微讲一点点逻辑 是因为三号玩家 对着二 自己的精神 说这个一跟六 是双狼 说你个二号玩家 保了一个狼 但你后面紧会留 又留了这个一 我不知道你对一号玩家 定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除了想快乐之外 我还是觉得你对于一的定义 有点奇怪 所以我还是偷给六 但现在嘛 肯定是占你 但不要因为我占你 就对我很温柔哦 过多的就没有了 一号玩家 那个三发言 我确实没听 我出去了 因为那个二号玩家 跳了个骑士 我信仰 三号玩家跳越年 总归三六里边骑 我是真没想到 他会去骑鸡 而且鸡发言都没发 他就骑了 真牛逼 我除了说他牛逼 我还说什么呢 跟他骑错 骑对没关系 就是哪怕骑是个狼 他骑过去 也是不讲道理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 我听听三六发言吧 听三六发言 三六里头一个吧 因为说实话 我确实没有听到 三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二号玩家 会三六里边骑 他说骑鸡 只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他是 真没 就是真不当人 你知道吗 那就三六 听完发言 我弄一个吧 外置他我不想点评 因为那个 我也不想 因为七号玩家 金水占边了三 我就占边三 或者他不占边 我就不占边六 听完三六发言 我自己选一个 我二我自己的 好吗 那个你们发言 我投一个过了 我觉得这局 老人空间 有点太小了 因为我们好人 有两个预言家 所以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抱有 就是我们好人 劣势的这个情况 来打这局游戏 因为已经验出 我验出来了 一个金水 我的金水又验出来了 一个七号玩家 是金水 所以这局我们还是很 非常占优势的 然后我会选择 验一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 至于十二号玩家 我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我也很少说脏话 但是呢 你待会跟我走 我今天晚上不把你那个纹身抽变色 你就等着吧 好不好 十二号玩家 然后这是 这是十二号玩家 因为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好人 因为他当时一说完 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是好人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坐在我旁边的四号玩家 在我发完音乐以后 你对着我说了一句 你发的一 你发的什么逼言 你为什么要说 我对于锦上 其他人没有做出 虽然很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在锦上也明明确确对 一号玩家的怀疑给表达出来了 然后以及对十号玩家的疑惑 也流露出来了 我也流了一时的锦会流 我想请问你 你在投你妈呢 你在 我一时宴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句话 是想跟五号玩家说的 因为 我昨天跟对面的那个十号小姐姐 坐在一起 我昨天跟十号玩家坐旁边嘛 他就是 他从来不会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优二老师 为什么是你 他就会这样 你看 他昨天坐我旁边 他都会问我 什么是锦会流 这样的问题 但他今天一坐 他就会怀疑你的身份 说你太紧张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俩是 到底是不是两个狼在演 你知道吗 我听一下五号玩家发言吧 我还是一实验 我今天会出六 因为你们肯定也会出六的吧 因为七号玩家不是 他是我金水咽出来的好人吗 所以他站边六了 你们肯定会站边我了 你待会也不用说那些 我不需要听那些理由了 你就告诉我场上 你觉得谁是狼 你就可以过了 好吧 你发言没有什么 那个上次给你发那七分组的offer 我拒绝你了 你不适合 我过了 我过了 你是什么牛马 反了你了 你都跟十二号走了 那我投三啊 你把三投死呀 我投三 我站边六 站边六 这个七 站错边了 七号玩家站错边了 七号玩家钓鱼之法 待会七就投你 我投三 那还聊什么 没啥好聊的 王城楼活该 废物 每天都能给你装到 我投三 我站边六 那个七号玩家钓鱼之法 他待会肯定跟我一起投三 三号玩家 铁了 废物 过了 五号玩家 不是 咋的 那个他带十二号玩家回家 没你地了是吧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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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他带十二号玩家回家 这个事跟你该回回并不冲突 我觉得四六九十一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点对仨呀 四六九十一 我没觉得十特别的像 因为确实跟十号玩家第一次玩 然后 因为他井上很重的打了六嘛 这是我觉得不应该我的事业优先进 优先进十的点 然后 而且他说我 我觉得算是事实 因为怎么说呢 十号玩家 因为可能 你要听我这局游戏的发言量 你得把时长拖那个啥一点 你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我井上是手之位 就是我手之位的牌嘛 没有信息肯定聊不了太多 所以你说我脸红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就你说我发言量偏少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我确实发言量少 其实在我的视野里 你们听我点坑 我是没有点一的 但是 因为主要的意思是 游戏家马上就要验一了嘛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特别对一特别的关注 然后 我放下十二的点是 因为十二号玩家 他投给六的理由 虽然行为是坏的 但是他投给六的理由 我认为是基于娱乐的角度 是说得通的 他这样一个娱乐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解释这个行为 所以呢 我可能 而且关键上他打十一的点 是讲道理的 就是十一号玩家 你自己也投了六 我觉得如果你是好人的 你可以先表一下水 先把自己是个好人 这件事证明了 然后你再去打四和十二 这个是我 因为现在视野也不太够嘛 然后我觉得九项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九号玩家 你井下的发言 对七的整个定义 是带有一种判断式的发言的 所以这个点 其实我听起来 听感是有一点怪的 因为七号玩家 已经戳出来 是一张铁的金水了 所以对于七的定义 是不需要有一些判断性的东西的 所以你但你一直在 以一种一次在判断期的 在发言 我就觉得挺怪的 八是不是好人倒无所谓 因为七号玩家也经常会 对吧 故意先保我了 这都无所谓 你打八 我是一点也不介意 因为我也没觉得八号玩家 一定进保 但是你一直在判断期 我那个当时听感就有点奇怪 因为七号玩家 就是已经是一个确定的好人 所以暂时开个视野 四六九十一嘛 今天出谁不需要讨论 因为狼美的板子 那不就是小狼起跳吗 对吧 所以今天出谁肯定出六啊 过了 说实话啊 朋友们 我觉得我坐这儿多余 真的真多余 我坐这儿干嘛呢 我说实话 我真觉得 我该交点钱呢 交点钱可能能坐外面 二号家肯定交钱了嘛 不交钱 他怎么能坐外面看弹幕呢 我觉得坐这儿没意思 外面看弹幕才有意思 我好想出去看弹幕 我真的好想 哇 赞助商就是牛逼 那怎么办呢 那我是狼呀 我是狼 不是 四号玩家 你别这个表情 你肯定等会儿跟我一起走呀 你还不吃毒的咯 你肯定走了 打不了啊 这打不了 不是 三号玩家这发言 这怎么跟他打啊 我除了脱衣服 我也脱不了啊 我肯定打不过三号 我怎么打得过三 这发言 我的天哪 甘拜下播 那个 大家也别投票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 坐在椅子上 要举一次手挺累的 我不让大家举手了 我就去自爆 把警惠一撕就完事 好吧 自爆了 嗯 自爆了 六号玩家自爆 四条警惠 进入黑夜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 在这边我沉重的 像六号玩家 导狼 导狼胖育 全然编了个词 不是 我正在要念一下 小童家有非常可爱的大幕说 圈圈应该也没想到 那么多胖胖瘦瘦 胖胖瘦 偏偏挑了个最瘦的 我本来是小狼当中 给大家就是挑选一个 因为大家的体 其实差不多 包括十一号玩家 也没有特别瘦 对吧 我想随便讲一个 可能可以误导一下大家 但是我也没想到 就是说 正好一个起跳 他最瘦的一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沉重的将六号玩家 道歉 但是后来七号玩家 是名好人 他占美的话 就帮我洗脱一下 今天蛮心疼 六号玩家的 大家好像都是来谈恋爱 谈恋爱的 谈恋爱 逛窑子的逛窑子 混外情的混外情 他自己来打狼仨 他不走谁走嘛 好吧 王宝宝这一波 也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 什么叫自作孽 不可活 死得其所 最有应当 感谢一下那个投食 感谢吧 也得感谢一下 感谢一下 栗子味的茶 这个应该是 怂怂家的仙女团的 栗子点的 说那个让我们加油 然后还有那个 凡水家的节奏 然后也是给我们点了饮料 然后还有大米 感谢感谢 感谢大家的投食 好 怎么说 找到别的狼了吗 白哥不点了吗 有没有狼重要吗 我今天就跟小黑回家 我看看他的纹身是怎么变色的 今天我们 应该还没结束 没有没有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小黑看到有一个粉丝 他在骑自行车 对的 他说 小黑 小黑说 哎 好帅 确实是逛着 封着这个心情来的 确实是的 确实是 怎么了 KS 踢不动鞭子了吗 现在 确实跟玩具相比 可能看着那个手劲来说 差点意思 但是他有变态的小气息 也OK了 好 好 我们镜头切过去 昨夜双死 五号 九号 不分先后没有一言 本轮游戏没有警徽 现在是二十九分 请七号玩家发言 那我觉得 四号就很可疑了 因为他上一盘说要 这边六号 然后要初三 然后六号 怕四号到处真投票 就自爆了 那四号是不是 我反正现在暂时要怀疑四号 那个 其实 其实包括像一号都有可能是狼 那个六号是一 六号燕一是金水 然后一号 刚才还想管六号要警徽什么的 挺挺三号发言 其实因为从上一轮开始 大家就 大家行为是都一样的 都要初六 但不管是好人还是狼人 都会去选择初六 所以从发言上面 其实不太能判断 那个狼是谁 九 九应该是吃毒的吧 那个五九双死 五应该是吃刀的 九应该吃毒的 因为有守卫在 那个 我觉得我底牌是张平民 我就不挑 我觉得这轮可以 可以拍身份 因为我们警退应该在线 因为九我觉得是长狼走 所以我们现在警退在线 我就可以拍身份 我 但是我就是个平民 其他的没有 我就先过 听三号玩家 抱掩人呗 我过了 八号玩家 那个先聊聊 游戏内容就是 因为三号玩家 底牌是张愿迦牙 并且发言足够优秀 能够打动在场 所有好的情况下 抛开七 去没占边三 那我单听三的发言 就能听出来三 是个愿迦牙 情况下 那四号牌 是一个特别尊重底牌的玩家 那你在这位置 你告诉我 你不占边三 就占边六 所以说基于游戏来说 我就觉得 那你可能 像张狼人牌 那 具体听三 可以抱个验人 然后我觉得四象狼 然后抛开游戏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昨天我是个解说 坐在那边 贼无聊 老困了 好几次想睡觉 什么精彩内容没有 你们一个个打得 死气沉沉的 为什么 我这一下场呢 你们都给我整活 本来我要是 他做的那个解说节 我还有一堆能吐槽评价的东西 现在在场上了 玩家你们开始整这个 我这没明白是啥意思 针对我们七个八 就我们下场 你们就整活 我们一做解说节 你们一个个贼老师 我不太理解 尤其你三号牌 你确实现在可以肯定了 你应该算是这个气氛组的这个领队 组长 你确实也有决定 谁加入气氛组的这个权利了 那你把四拒绝了 那就拒绝了 然后别的没什么了吧 听听这个三包艳人吧 过了 10号玩家 上一轮发言是 149都觉得6是好的 然后9死了 然后我现在就怀疑1和4 然后3号就又觉得说11号有点像 我也有点怀疑11号 因为他前两轮也没说啥 我觉得1411过 11号哪点 我就堵你昨天晚上没验我 我守卫 第一轮守着自己 第二轮守着你 然后因为也守过你了 昨天晚上也肯定是你 都当你你没死 然后才走了他俩 我是守卫 我是守卫 我先我先给你排了 既然说排身份 我是守卫 过了 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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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守卫 12号玩家 想信 但你说我堵你没验我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感觉非常心虚 所以才挑的守卫 那5号玩家死了 我就有两句心里话想讲了 他刚才好像发言非常温柔 但我觉得是对我设的冷剑 他说3号玩家要带我回家 导致4号玩家没地方呆了 我听着非常像说我非常肥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发言 让我非常不舒服 我就回散了一下他颈上的发言 也很一般嘛 他说他没有敏人的能力 结合上一把 他作为一个好人 差点被扛推 证明他也没有发言的能力 敏人能力也没有 发言能力也没有 做着干什么 就会人身攻击 这5分差劲 但这局游戏 一定是我跟4号玩家的一个battle 是不是 我觉得3号玩家是了解我的 我在这个地方 只是让他对我一些言语上的一些刺激 但他知道我更喜欢的是抽打 他说要把我的纹身抽变色 我活了二十几年 我这个黑度就很难变色 就证明他会用非常用力 那咱俩PK一定出你4啊 别的就没什么了 这个十一跳了一张首位 你去听一下是不是 因为他说我赌你没验我 然后他才跳的首位 我觉得这很奇怪 要跳就直接跳了 但讲那句就怪怪的 这盘逻辑没人要一听啊 我就是大骚兵 好吧 出四 好过了 是不是就41出完就结束了 但是不一定 现在肯定是狼刀在先呢 因为有个狼美人在那里 除非你们订五九里面 有个狼美人走了 不然还是狼刀在先 四号玩家可能是狼美人吧 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四枚没吃狼 可能 你自己是女巫 四号玩家不大可能吧 好 那个 因为你是女巫 12号玩家应该是开不了口了 我觉得对吧 从位置上来说你也会狼刀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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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怨人吧 反正再一个警告率不用留了 好吗 你实际上玩家 今天跟你就没关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跳首位 你是怕狼找不到你还是怎么样 今天 3号 今天他 他昨天说了要验我 对吗 我杀走我 我是金水不是还有四吗 为什么会 跟你有啥关系呢 无所谓吧 好吗 三号玩家你归一下就行了 就这样啊 我 应该 投四吧 好吗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验的一是金水 我金水在这个地方归四了 那我们只能投四 然后 场上的金水都说四号玩家是狼 七号玩家不是说四号玩家是狼 一号玩家也说四号玩家是狼 而且今天我死了吗 不是 我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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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不一定是42pk吧 有可能是41pk啊 因为有可能四号人家会跳首位 所以 所以那就 那那我就不知道 他跳首位了 那我 我归票就无效了 就不可能是42pk 就只能是41 那大家就要在41里面分辨了 所以所以所以我分辨不出来 我可能会弃票 好吧 然后那个我宴的一号玩家是金水 嗯 我过了 四号玩家 不行 必须给我在42里头 三号玩家 就你这票得投出来 懂吗 42里头 谢谢奶奶的投食啊 那个 我女巫啊 好好玩 好好玩 因为不是 那个七跟八 你们不能因为狼刀了个平民 就推我女巫住信吧 我昨天发言是躲到的 讲道理好好玩 因为 因为我不是女巫 是不是吃毒的一定是我呀 那我毒酒是肯定的 因为昨天七点九是狼 酒说七是好人 八是那个狼 那酒的发言不是报匪吗 我觉得十二虽然跟我一起在井下 他投了那个狼票 按理说 位置上十二得是狼 但昨天十二的发言 我没法确定一定是狼人了 对吧 那我就把酒读了呀 那那个七号玩家 他的意思就是狼 刀错了一个平民 其实出我其实也可以了 没没太大问题 没太大问题 但是我游戏内的东西 得给你们讲清楚 我是个女巫 逻辑就是如果我不是女巫 我就一定吃毒了 白天死的不是我 那我是不是得是那个女巫呢 对吧 那我毒的酒 是不是能自证身份 我是女巫 一期是两个金水 三是冤家 八是七宝的牌 那狼坑是不是十十一十二吗 对吧 是不是十十一十二吗 我没觉得十二的发言 一定能作非啊 我不确定 因为十二号玩家 每次这个 每次虽然说票行 可能有时候投的有点瑕疵 但是发完言 大家都能认识你是好人 对吧 所以这次我也没觉得 十二一定是狼 但我把酒读了 我觉得九肯定是 六肯定是 那十十一十二 你们看着弄一下 因为十十一发言我不在 我没听到十一跳首位的事 我想一想 十十一十二 那我也不知道归谁 你们看着弄吧 反正我告诉你们 我是那个 啊 银水 哦银水 银水死了 银水是第一天的五 银水是五 所以他们狼就拿五抗推 这无所谓的嘛 银水是五 那十十一十二 你们看着头吧 我就告诉你们我的身份 啊 我过了 翻译结束 自由投票 所以玩家请在到时候必须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你投的十一是吗 一号投票十一 三号十一号 三号七号十一号 投票十二号 四号投票十号 十号投票四号 八号玩家七票 十二号玩家出局 请留住 男人的承诺就像疯 刚刚信誓旦旦的说 无法亏票 要选择弃票 我觉得不用给我解释这些 最后还是选择了四杯 我觉得这个局非常明确 骂了他两轮 最后投我 我理解呀 着急回家嘛 一起走吧 我等不及了 我们是蛮多的 一时半会抽不完呢 那我们就 我真的无语 投到我是什么意思呢 确实 确实 是个狼 是个狼 那怎么了 我快乐呀 我说他 你们牛 太牛了 老美留到最后 也连不留人了 挺厉害呀 难受 早知道我投一条死了 算了算了 祝大家快乐 还有一把 过来 一言结束 天黑请你也 还有一把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精神恋爱赛 小黑在门口 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跟凡水没说 刚才 因为 你说 刚才 因为 好了是吗 牵过来了吗 我都快忘了做 昨天晚上 三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最后发言 现在时间是 45分 请十号玩家发言 三号死了 那我更觉得像11号 因为三号之前说 说11号像狼 然后昨天晚上 三号死了 我觉得像11号 三号玩家 是这样 这场上现在就我这一个守卫 没有人 是这样 这个场上现在就我一个守卫 没有人跳守卫 我先给一号玩家解释一下 这个为什么我要 我要拍身份是守卫 是因为金水说了 可以拍身份了 我才拍的身份 而且我跟三号玩家说的是 我就读你没验我 原因是这个 那你验我了 我拍守卫不白拍吗 这是我出了那句话的原因 然后昨晚我 昨晚我守的 昨晚我守的女巫 昨晚我守的女巫 过了 第一页守我自己 第二页守的 那个那个 哎呀 三号 第三页守的女巫 过 六号玩家 请拍眼 那肯定 骑士说出来的 真金水就贵了 因为我 十号玩家 你昨天不是投了四吗 为什么今天又打11啊 年里还有几个狼啊 十号玩家 那个 昨天我投11是因为 我不认可守卫 这个轮次跳嘛 而且我是真没 真没觉得12是狼 我觉得就算是个 他是个狼 他已经很用力了 我们也让他多活一活 所以我投了11嘛 那十号玩家 你可能是个狼 自己出来送你投你 因为 因为 从我的视角来说啊 你不是女巫 你是很难去投到四的 对吧 从我对你的理解来说 所以你既然有 今天没跳女巫 你昨天投四 你也没解释 他今天就只能投你 好吗 那个 不 你是女巫 为什么12能活着呀 你 胸怀这么宽广吗 啊 李过龙 你是女巫 为什么12能发言啊 我是真没理解 好吧 不重要 不重要 好吗 你可能是好人 就这样吧 那个 那你可能 下一把拿好人 你还得在警察待着 这一轮又上走票了 对吧 就这样吧 好吗 过了 那我肯定不读12啊 那得留着让这个三号玩家投投票啊 读了都没意思 那就十十一弄吧 我会投十啊 因为是这样 十一他如果是狼 他不就 他要么就刀你或者刀我了吗 对吧 那昨晚就不会去刀 我想 哦不对 他还是得先刀三 哦那也不一定 反正十十一出一个狼 因为十一号他拿狼 我没见过他汉跳身份 说实话 我没见过 那你投他了 你我在想 你要是守卫 你就今天起来拍他就完事了 那十投我是啥意思 你今天也没解释为啥投我 昨天 那就七号 七号也够呛能帮你归票 对吧 七肯定说大家自由发挥 大概率吧 那七号归票就简单了 那十十一里就投一个呗 我会投十 投过来 四号文章 我觉得一号发言有问题啊 他说那个四号不是女巫 他大概意思就是四号不是女巫 凭什么投四 那你也不是守卫 你凭什么投十一 我就没理解一号这个发言是什么意思 那就再思考思考吧 这就弄不好了 我告诉你们 这个现在确实有点难弄 因为怎么看十号玩家那个行为都不太好 因为先打了四又打了十一 但好像投错了 这段还能继续玩 因为 因为我们不是场上还有两神的吗 对吧 因为十一号还能空手呢 因为你说你守了四 老人马上肯定砍四 然后你就空手 明天还能再自守 对不对 你要说你是守卫的话 那就再看看考虑考虑吧 好吧 我过了 八号玩家 八号 八号 他里面一个人的两半 那个 我就想快点了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七号牌刚才的发言 他的意思就是十号牌一件好人事没干 但是他觉得十号牌可能是个好人 投出去以后这游戏不结束 所以说他能说这晚上十一可以自首 那这个发言的意思就是十号牌的行为很差 但他底牌是个好人 那十号牌就是个好人 守卫还在 一是个鸡水 七是个鸡水 我自己底牌是个好人 虽然还有个狼 我过了 十号玩家 好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就请大家在倒数后变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十一是这样子 好 一号 四号 投票给四号 十号 投票十一号 十一号 投票十号 七号 八号 七票 四号玩家出局 十一号玩家训情 游戏结束 老人胜利 女巫没读他 为什么 他可能知道 我们复一下他 这一局游戏的狼人牌是 四号 六号 九号和十二号 四号玩家是狼美人 预言家呢 是三号 女巫是五号 骑士是二号 守卫是十一号 平民牌是一号 七号 八号 和十号 第一天晚上 守卫自首守护十一号 狼人开刀八号 平民牌 狼美人魅惑 五号 女巫牌 女巫当夜使用解药 预言家验了 二号是金水 第一天白天 六号 汉跳狼人牌 当选警长 在发言时间 二号骑士 决斗 七号好人牌 所以二号骑士死亡 然后呢 六号狼人牌自爆 撕毁警辉 第二天夜晚 守卫守护三号 预言家 狼人落刀五号 女巫牌 狼美人魅惑 三号 预言家 女巫开读了 九号 狼人牌 预言家验一号 是金水 第二天白天 十二号 狼人牌被公投出局 第三天夜晚 守卫自首守护十一号 狼人落刀三号 预言家 狼美人魅惑 十一号 预言家验十一号 是金水 第三天白天 四号最后一张 狼美人牌 被公投出局 但是因为前一天 晚上连了 最后一张神牌 十一号 所以最后是狼人胜利 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 开始第三局 接下来解说戏 大家不要着急 稍微有一点音话 不同步 然后现在我们立马 把各大直播间都关一下 然后导播老师调试一下